接下來我們請楊瑋倩同學 學姐 幫我們講評一下 歡迎楊瑋倩學姐 好 今天聽完這麼多組的比賽之後呢 我真的覺得彩帥同學真的還蠻厲害的 很多高手雲集 那基本上我就有幾點來跟大家說明一下好了 就是大家在選曲的時候非常的重要 想大家聽看到《星光大道》跟《超偶》評審的獎品 選曲很重要 我知道大家普遍上就是市面上流行的歌手都很喜歡飆高音 可是有些女生其實也不一定適合自己 自己適合是低音域的不太適合高音域的話 那盡量就不要勉強自己去選難度太高的歌 那另外就是 大家大師的學姐都已經抱病上場 而且連唱兩首歌了 那台下的同學你們還等什麼呢 怎麼重唱組的這麼少人參賽這樣 讓獲獎的機率非常的高 希望明年大家可以努力加緊練習 明年你也是台上的明日之星 好那應該就是這樣 謝謝 謝謝姐姐 謝謝